好的 歡迎回來玉石界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神魔三國志呢 今天有新的活動喔 聖誕狂歡喔 那原則上呢 比較細節部分不講 因為現在上班時間是白天了 然後下班回來有點累 然後呢還要 家裡還有一點事要做 然後還要吃飯還要幹嘛洗澡之類的 時間都壓縮得很緊 那就沒辦法 所以在此公告呢 玉石界以後上片時間會是在禮拜三跟禮拜天的中午12點 每週上兩片 那如果像有現在這種突發的活動 然後可以比較緊急壓縮 時間比較短的時間之內 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我們就會緊急的錄製一支影片 然後跟大家做分享 那也希望大家呢 不吝嗇的在影片下方留言互動 推出你最好的那個武將出來喔 給玉石界 其實他 如果你已經過的人啦 那他會算時間的 所以說你先過的話 你也不用太care 別人會把你擠下去喔 除非他的那個 回合數比你短 那基本上 有些人都要到極限 我覺得說有時候跟大家說分享一下 也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那目前玉石界呢 在七星部分呢 搭配的是 神石加上這個祖龍上香跟這個 魔關羽 然後用的都是 幾乎都是 那個霧連啦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破甲 說不定 回合數會更短一點 那有些時間目前的七星四連是五回合 不要說我騙你喔 隨便貼個照片而已 然後呢 這個六星部分是八回合 大概是神石上香 祖龍加上這個魔關羽喔 那是八回合部分 然後呢 最後五星的部分呢 則是 六回合部分了 有魔關羽 魔超超跟這個 神石跟上香部分 那這個部分 四到六回合 那我 我必須要說 這個隊伍不是你馬上試 就馬上可以回合數那麼短 你必須可能要試上 10次24才有機會可以過 那這支隊伍 這種 這幾隻角色搭配的隊伍 相信在 後面來說的話呢 也是可以讓你取得一個不錯的成績喔 即便 這支影片比較晚上 那之後你可能 八星九星 十一星 十一星 後面來說的話呢 都會跟這幾隻角色 沒有太大的脫離的干系喔 我覺得都差不多啊 那另外還是要跟各位 跟那個身邊 大眼妹說一聲抱歉 因為你跟我說要見解 但是我一直抽不出時間喔 那 原則上 應該會是在禮拜六 然後呢盡量的趕快把片子趕出來 然後再去上片這樣子喔 那其實現在 又回歸到上班族身份之後呢 其實上班族 早上 八點然後 到下午的 我是早上八點半到晚上六點 所以說回到家的時間會更晚一點 然後其實家裡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然後 也要洗澡啦 然後也要 看看電視啊 吃吃飯啊 然後再 其實玩遊戲也要時間啦 然後還要 還要收集資料 所以說 並沒有辦法像 之前一樣那麼free喔 可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所以說 在這裡跟各位樂友 暫時說聲抱歉 那之後呢 還是要從 三聲五令的講一次喔 之後的上片時間會是每週的兩次 分別是禮拜三跟禮拜天的12點喔 那 如果像有現在這種 活動 他是可以壓縮時間 趕快上片的話呢 我就盡量上一支片給大家做分享 那希望呢 各位可以 不要吝嗇的去分享你的隊伍在下方 讓樂世界知道 或者是給其他樂友知道 那我們可以 共同的去取得好成績喔 另外呢 洛陽之戰準備開啟喔 所以說 還沒看過洛陽之戰 或者是說對他不熟悉的玩家 也可以在 越世界頻道裡面去搜尋洛陽之戰 那裡面有 很多詳細的介紹 各位不妨去看一下喔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了 那也感謝各位 一直以來喔 對越世界的支持喔 其實 神魔 大概開多久 越世界就開始拍影片多久 那當然 訂閱數 並沒有那麼的亮麗喔 那 主要還是因為 其實越世界 也不是很專業的那個 玩家啦 那也感謝很多人支持 至少 至少有五六百人 快六百人支持的 感謝大家 那越世界呢 在新的一年 祝福大家呢 可以呢 一切順心 那 要去跨年的 月友們 也注意一下自己的 安全 然後要戴上口罩 因為其實 這幾天有寒流嘛 那 也希望各位能保持 保暖 因為你如果那個 其實我有發現 我感覺到 如果比較冷的話 你如果沒有把溫度保持好的話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我打過疫苗關係 我覺得 那心 心臟那邊好像特別的有點敏感 所以我建議各位 月友或者是你的 身邊的不要的長輩喔 要注意他的那個保暖程度喔 不要讓他冷到 好的 我們就下意識影片見囉 拜拜